主料,鸡脚300克,主料,花生50克,红萝卜500克,橙皮1块,姜片,盐,胡椒粉,鸡精,制作时间,干10分钟到1小时,首先将鸡脚清洗干净解去指甲,来焯水,用清水冲洗至没有油为止,然后将鸡脚放入咖喱锅内,一直将红萝卜,花生,橙皮,姜片全部加入,注入半锅水大火煮备, 约半小时以上熄火,喝之前打开锅带再继续煮备,然后放少许盐,胡椒粉,即饥即可,烹饪技巧,不喜欢糖太甜的,可以少放红萝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